各位HowconSync channel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級訪問 我是主持Andy 今天我請到 哇 羅力威 阿威 你好 我是Andy 聽你的歌聽了很多 看MV 看了很多 真人和你聊天第一次 是 很開心 Andy做了很多我的research 和他做這個訪問 給我感覺到非常放心 阿威這樣說 其實Andy有備而來 那我要說說你的背景 好 大家朋友都知道 不如我只要回覆大家的記憶 2009年 厲害了 拿了亞洲星光大道的冠軍 還要集責 我知道幾年之後 就已經有機會簽約大唱片公司 2012年開始出碟 到現在我知道是5年間 才有出了6隻EP 裡面大部分都是自己創作的歌曲 威曾經推出過自己創作的歌曲 超級50首 好厲害 新一代的唱作人 好 多謝你知這麼多 哈哈 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覺得 是一種幸運 嗯 那我覺得 即是能夠入行是一種很奇幻的旅程 那你又遇到很多會是新鮮事 那你又遇到新鮮人 嗯 接受我 他們又從我唱歌開始 發聲線 他們覺得好聽 支持我 支持我的內在 寫歌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好幸好我小時候也有學琴 那所以我可以在我的歌手路上 一邊幫助我 怎樣由我的琴去做一個最強的武器 去幫助我自己 在流行方面去轉化成一種很感動的歌 去感動這麼多人 我覺得非常之好 那我只是為了 其實他小時候已經學了很多樂器 那有些都去到演奏級 那即是都很有一個音樂的粥藝 那但是呢 正如你所說 我留意到這六張唱片裡面 你的歌的題材 好自有奔放 有時是講一下全職雜眼 那有時呢 又有一些很闊的講一下人生的歌 那有時有些 其實是潮水呀 三人行呀 那又有一首很Hit 和祖兒合唱的 雙智晴歌呀 那些很大音化的歌又有 其實你自己的創作理念是甚麼 你希望透過音樂呢 帶給觀眾是怎樣的 其實我暫時覺得 我的歌不算是很大重犯的 題材 嗯 其實我算是比較 在題材上 偏窄 但是歌路是偏闊的 我的歌就是 可能因為錦兒他們的年紀 都是很富敵的 嗯 他們有 小朋友可能會 支持我 嗯 也都是大致可能是七十幾歲 嗯 都會是很辛苦地拿著我 有我的名字的牌出來 去支持我 覺得你那一半是真的嗎 是的 所以 是一種很神奇的事情 嗯 我也希望 在未來自己能夠 想題材方面 闊一點點 嗯 因為 我自己都覺得 希望能夠 那些歌是 成為到 多一點人的經典 嗯 很多東西大家容忍了我 這麼多年去做一些 古龍精白歌 那 那 在未來呢 我會 做完一批 的 叫做是 拜歌的時候 我未來之後 希望能夠繼續做 感動的 多一點點的麻煩 是的 還有我知道今年呢 其實你都很多音樂大計 譬如最近我聽到一首新歌叫 叫古董車 一首國語歌 那另外我知 未來呢 也會有一些新歌 嘩 要跟側田合作 是 我幫你做那個監製 是 很厲害的 我會覺得 很厲害的 我自己都覺得 很厲害 是 因為 放了很多 很天才的想法 在我的歌裏面 因為他會主動幫我唱的 那 我亦都唱了 唱了少許的 我唱多一點的 那 混合了 跟著錄出來 在電腦裏面 很快 覺得非常之 好玩的 我相信 未來的我 會是 有新歌之餘 希望都是 我們都會有一些音樂會 希望可以在下半年 可以多多跟大家建議 跟大家分享 好幾個音樂 嗯 還有我知道呢 雖然你經常說自己是一個宅男 首歌都這樣唱 但是 我知道你們都很喜歡唱Live 嗯 即是在一個現場的環境 在舞台和觀眾交流 對嗎 其實為什麼你會這麼想做這個 我會覺得 唱 即我會覺得 其實我屬於一個 鼓演唱的現場 的歌手 多於一個音樂 嗯 一來可能因為 其實我沒有唱歌 嗯 嗯 我會覺得 我是屬於 講感覺的人 嗯 其實我唱歌 不算是很細節 我不是很細節 我亦都有點瑕疵 但是瑕疵又不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嗯 所以你問我開錄音的時候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其實我又沒有失分 嗯 所以 我會喜歡是 依賴在現場那一陣子 所感受到四周圍的 的感覺比較好 比在我室內 唱歌 所以 如果能夠直接地 是能夠唱歌 給那個人聽的話 我相信是 我覺得這樣 能夠容易 打動他 多於 給一個錄補了的歌 哈哈 我不知道 阿豬大威呢 有一個口號給自己的 就是在舞台上 是要用生命去演繹你的歌曲 是 是 就是很有心 你希望將一些的生命力 帶給你 是 就是 希望 在現場 如果那一刻是真的有Mood到的時候 是能夠 希望是能夠 是能夠打動到人 能夠打動到他 好 最後問一個問題 其實 和你經歷了之後呢 Andy很開心 因為我都喜歡聽歌的人 你是一個很有心 很有才華 很有潛力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爆發的歌手 但是 很多人說現在 香港的樂壇 不斷地轉型 聽歌的模式都不斷轉變 但是 你覺得對於一個 好像你這麼有黑的歌手 現在這個環境 會不會有限制呢 如果有的話 你怎樣去突破 你自己可以繼續走自己的音樂路 嗯 我覺得如果你前面的 還有路可以走的話 我覺得 有時 暫時 看在眼前的人 不需要太緊張 我覺得可以放鬆心情 去 繼續享受我現在 環境 可以自由自在 作歌 出歌 成功到永遠 我們 我覺得 曾經 如果你的音樂 是曾經 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我覺得 未必一定要 是 依賴這些成功的例子 而去不斷地複製 就是 我覺得 如果 因為 你是有抱負想 作多些歌曲 你 反而應該要避開一些成功的例子 去往一些可能會失敗的方向作歌 那些去 而去 嘗試令一些失敗的東西變成功 我覺得這樣就好玩了 我覺得 看完這番話 我自己很開心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受 很多人說 要在娛樂圈 或者在樂壇 要殺了一條血路 一定有一些成功的方程式 你一定要跟 但跟阿威說完之後 我又發覺 其實做回自己 是 將自己一段的信念 繼續這樣延續下去 才是成功的方程式 所以我相信 未來你繼續聽到你的好歌 還有會有更多驚喜給我們 你要努力阿威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